纽约市民卡再添福利了 市长白思豪最近宣布 市民卡福利将会扩充到医疗保健领域 不只可以当成公共医疗系统注册看病之用 还可以获取子女的免疫记录 也能够当作纽约市健康行动计划的会员卡 以获得低价甚至免费的健保计划 医疗保健功能开通之后 可与医院的病人档案关联起来 让看病挂号更加便利 而这项福利会先从布鲁克林的康尼岛医院开始 并且在今年还有明年两年 逐步的扩充到纽约市所有的公共医院 此外父母可以利用市民卡 获取子女在学校注册 或者是大学登录等所需要的免疫记录 市民卡的新功能从今夏起开始实施 将会大大的变类秋季的入学 埋优优独立